美国加州Fremont 最漂亮的湖叫做Lake Elizabeth 伊丽莎白湖 Fremont这边叫做中央公园 这个礼拜五就是犹太的新年 犹太新年也叫做Rosh Hashanah 也叫做吹脚节 吹脚节之后呢 五天之后就是赎罪日有十天 赎罪日完了之后呢 就来到了祝蓬节 祝蓬节的意义真的是非常的深刻 因为祝蓬节它总共有八天 有人这么推算耶稣呢 祂不是出生在圣诞节 而是出生在祝蓬节的第一天 那祝蓬节 总共有七天再加一天的严肃日 前面的七天 圣经上旧约里面讲是 犹太人跟外邦人都要一起欢庆 为什么? 因为这是耶稣的生日 那第八天呢 是耶稣 他第一次进圣殿 祝蓬祂的父母带着祂进圣殿 然后祂行割礼 然后圣经上 这样子路加福音就有记载 就是这个西面 还有亚拿来为这个玛利亚跟约瑟 还有为耶稣发预言 所以这个第八天呢 是节旗的最大日 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有讲到说 节旗的最大日 耶稣就站起来 他高声说 我是世界的光 要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所以这个 在接下来几天就已经要进入 这个犹太历新年 然后再接下来 到了今年的9月29号祝蓬节 要开始 真的我们大家要好好的预备心 预备心要过这个犹太新年 然后预备心要经过这个赎罪日 然后呢 就要进到最大的节旗 就是祝蓬节